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川普总统在劳动节的记者会上 针对中国的一番最新言论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一正式提出了 把美国和中国经济彻底分开的想法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脱钩 他表示如果两国不再做生意 那么美国不会亏损 反倒是赚了 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总统说 所以当我们提到脱钩这个词的时候 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我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如果我们不和他们做生意 我们就不会损失数十亿美元 这就是脱钩 所以现在你看到我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中国现在正在发起自己的倡议 来制定数据安全的全球标准 以对抗美国说服志同道合的国家 将其网络与中国技术隔离的相关努力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定于在周二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数字治理研讨会上宣布这一倡议 鉴于数据安全风险不断上升 这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华尔街日报获得了简报的副本 其中写道 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制定反映大多数国家愿望和利益的全球规则和规范 这是中国外交官王毅向外国同行所提供的一份有关于新倡议的简报 而北京的倡议是在与华盛顿在贸易和技术竞争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提出的 这引发了互联网日益分叉的相关想象 而最近几个月川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 以遏制他所说的来自中国科技公司 比如华为还有TikTok的国家安全威胁 同时微信也被卷入其中 与此同时中国官员指责美国实施双重标准 并且试图破坏中国企业的扩张努力 中国的倡议是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净网计划大概一个月后提出的 该计划将把中国电信公司应用程序云提供商 还有海底电缆排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使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之外 根据其最新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中国将呼吁所有国家以全面客观和巡政的方式 来处理数据安全 并且维护开放安全和稳定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服务供应链 他还将敦促各国政府在处理数据时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 这与北京的网络主权愿景一致 也就是各国对自己的互联网角落实施完全控制权 倡议草案没有提到美国或者是其净网计划 尽管如此 他提出的承诺与中国对美国指控北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还有中国技术的安全威胁回应完全是一一对应的 比如中国倡议将敦促各国反对针对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监控 并呼吁科技公司不要在其产品和服务中安装后门 以非法获取用户数据控制或者是操纵用户的系统和设备 美国官员指责华为从事此类活动 并敦促友好国家政府将这家中国公司挡在其国内网络建设之外 而华为适口否认这些指控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外交官已经与一些外国政府进行接触 寻求他们对北京倡议的支持 目前还不清楚他已经引起了多少兴趣 而根据国务院的数据 截至八月初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美国清洁网络计划的一部分 蓬佩奥将其描述为保护美国公民和企业的隐私数据 不受中国共产党等敌对团体的侵害 他还鼓励外国政府和公司参与确保他们的数据不受中国共产党 监视国家还有其他恶意实体的影响 而王毅在上周与二十国集团外长的视频会议上 表明了北京对自己的数据安全倡议的计划 数据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根据中国外交部这样表示 王毅将在视频会议上说 我们呼吁各方在努力确保数据安全有序跨境流动的过程中 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协调 而说到中国与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 这里再来看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另外一篇报道 川普政府已经决心对中国的芯片制造野心再下一程 而芯片制造企业有可能成为附带损害 美国机构已经讨论将中芯国际列入商务部实体名单 这将限制这一家中国芯片制造商取得美国技术 而由于美国在半导体设备市场的重要领域保持垄断地位 对美国技术的禁令 与对华为遭遇类似命运 将巨大的破坏中芯国际的扩张计划 此前华尔街网报已经为您报道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独家报道 也就是针对中芯的制裁计划 而此前投资者今年纷纷入股中芯国际 因为他们认为该公司是中国实现芯片制造自给自足计划的关键性角色 中芯国际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在周一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三 但是在暴跌之后今年仍然上涨百分之五十三 而同时它在上海上市的股票比在香港上市的股票溢价高达百分之二百六十六 潜在的限制将使得中芯国际几乎不可能追赶上台湾的半导体制造公司 或者是韩国的三星电子等领先对手 而根据瑞士信贷的数据 中芯国际在全球晶圆代工企业中只占到百分之五的市场份额 这需要为其他没有自己工厂的半导体公司制造芯片 为了缩小技术差距 中芯国际在七月份在上海技术密集的科创版市场融资七十七亿美元后 今年曾经计划投入六十七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是二零一九年的三倍多 但是现在这样的现金大手笔可能存在疑问 高盛估计如果中芯国际无法扩大先进和老旧节点的产能 那么到二零二四年公司收入可能会减少一半 而券商方面表示 中芯国际可能难以从美国供应商那里获得维护和备件 而这对于这家企业来说将是非常麻烦的 这可能意味着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订单大大减少 但是更大的担忧是川普政府可能把苗头针对其他中国芯片制造商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需求将成为设备制造商的增长点 比如像长江存储科技这样的中国内存芯片制造商正在扩大产能 根据估计今年中国可能要占到全球半导体设备采购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而中国以外的芯片制造商可能会填补部分需求 但是不大可能完全抵消掉美国制裁的影响 在短期内其他的中国芯片制造商可能因为担心潜在的制裁 而急于增加半导体设备的库存来帮助抵消并且削减痛苦 但是从长远来看 如果大多数中国半导体企业根本不可能完成建设完整的生产线 那么这些制裁也可能会伤害各地的芯片制造工具商 比如包括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制造商 比如总部位于加州的研究公司 上季度有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来自中国 现在中美科技战没有冷却的迹象 美国芯片制造设备企业的投资者 更不用说像中芯国际这样高价潜在的中国国家冠军了 都应该做好迎击冲击的准备 而未来中美关系还远远没有到冰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